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欢迎收看今天的Vlog 今天的Vlog我要来聊一聊人生有没有可能重来 最近有一部非常火的剧叫做《想见你》 这个剧中的男女主角呢,本来论其婚嫁 但是后来这个男主遭逢意外离世了 那么这个女主呢,发现了可以回到过去的办法 因此她就穿越回到了20年前,进入了另外一个女孩子的身体 但她发现,这个女孩子遇到了一个长得跟过世的男朋友一模一样的人 让她下定决心要更改过去,重启未来 但是当她每一次改变过去的时候,其实都带出了更多可怕的真相 所以这一部剧不只是校园青春爱情剧这么简单 是非常悬疑好看的 那这部剧也让安安老师想到 最近在朋友圈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感想 就是希望能够重启2020 因为2020年到目前为止真的看到了太多的灾难 在心理学上,有可能改变过去重启未来吗? 我的回答是,absolutely 其实心理学里面有许多改变过往的方法 比如说,可能在一个过去的经验当中 有人受到了创伤,因此形成了创伤性的记忆 那这时候呢,心理师就会带领这个个案回到过去的场景 重新在那个场景里面去做一些新的调试与改变 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以前有美国大兵 他们参加波斯湾战争以后 然后回到美国 就发现自己有PTSD的症状 那这个PTSD会让他们时不时就想起过往战争时候 那种非常紧张害怕的感觉 这个时候,心理师会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其实就会很安全地去导引这一些个案 在他们回到战争场景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新的方式面对 不再是紧张痛苦 而是带领他们能够在那个场景里面放松自己 甚至是有一些个案在当中还有未尽的事宜 在过往的记忆当中 可能留有一些遗憾 或者是一些东西是没有完成的 这个未尽事宜呢 它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很多的组织 我们就会卡在这些未尽事宜上 而没有办法成长自己 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小时候都会经验一些负面的挫折 那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挫折里面转化出来 我们就会成长 但如果没有办法转化出来 我们就会卡在小时候面对挫折时候的那个模式 比如说逃避 那你会发现他长大以后 他还是在用逃避的方式面对挫折 还是在用他小时候的方式 因为他并没有在那个小时候面对挫折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转化 真的完成他 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会重复的不断的继续 所以他的人生就卡在小时候了 没有办法再往前进 人格就没有办法成长 所以在处理未尽事宜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透过回到过去的方法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大兵的例子 这些美国大兵有一些在战争当中 看见自己的同袍死亡受伤 他们内在有非常多的愧疚感 而这样的愧疚感 等到他们回到美国以后 也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了 以至于他们一直活在愧疚感里面 没有办法再往前走 那这时候心理师就会带他们回到过去的场景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在过去的场景里面 对他们的同袍 说出他们内在的愧疚感 甚至说对不起请求原谅 然后给予祝福跟关爱 那本来一个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愧疚的事件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圆满的温馨的据点 所以他就可以把这样的圆满温馨 带到现在的生活当中继续往前走 而不会卡在过去的创伤事件里面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心理学上可以回到过去去处理未尽事宜 那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回到过去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真相 在叙事治疗里面 心理师就会帮助我们 在述说我们的人生故事时 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面向再述说一遍 这样子角度的一个切换 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更多的真相 举个例子好了 有一个来访 她是一位女性 那么她的先生因为意外离世了 那么最后她跟她先生残存的这个记忆 就是她抱住她先生的尸体 这个尸体还有温度 所以从此她一想到她先生 她就非常的害怕 因为她就感觉到那种尸体还有温度的感受 那么这个心理师是怎么帮助她的呢 这个心理师呢 就是让她去回想 过去她跟先生经验到有温度的场景 还有哪些 后来这个个案就回想起 她跟先生温存的时候 彼此拥抱的温度 还有先生会在做饭的时候 拥抱她那个身上的温度 所以原本这个所住的负面的记忆 就重新被打开了 她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个故事也重新定掉 原来这个先生过世前尸体的温度 其实是告诉她 以前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美好的时光 而这个温度代表的就是爱 而不是恐惧 所以你就看见 这个结果就变得很不一样 那这个来访者也可以从这样子 伤痛的记忆里面重新走出来往前走 刚介绍的两种方法是帮助我们回到过去 那接下来要怎么重启未来呢 认知心理学告诉我们 用后见知名来预测未来 会比用先见知名来预测未来 来得有效得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讲一个实验 实验者把受试者分成两组 他问第一组的受试者说 如果2024年 有亚裔人士当选美国总统 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造成这个事情发生的 请列下所有可能的原因 实验者接下来问第二组受试者 现在就是2024年 有位亚裔人士当选了美国总统 请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请列下所有可能的原因 研究就发现 第二组的受试者 比第一组的受试者 想出来的原因多了25% 当我们可以用后见知名来预测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更加缜密的思考 这样的后见知名 也可以放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下一次 当你要做重大决策 与其问自己 这个决策有可能的失败原因是什么 不如问自己 现在这个决策失败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让它失败的 你会发现 后面的问题会让你做出更缜密的思考 那么你成功的几率也将大大的提升 好了 今天安安老师带大家 用心理学的时光机回到过去 我们可以学习 怎么样完成未尽事宜 学习怎么样发现新的可能性 同时也告诉大家 我们要怎么样从一无所知的未来 回到现在 开启一个成功的预测模式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胃片 你什么事 我们就认识 tierra 我是偶然 正好